光学是隐忧 进展光学的路线好像有少少卡住 但其他分布业务 如果你看到它的收入表现 第三季度按年全部都可以录得一个升幅 当然升学那部分仍然是最大的业务 增长来说比较平庸表现 但毛利率计是最高的 以不同的业务来看 你找不找到一些亮点或者市场的着眼点 应该是在哪里呢 其实今次先说回升学那部分 你说得对的 增长似乎都是 可能比较上是平稳一些 增长是5-6% 但是我觉得市场都收货了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过去的时间 大家都看到瑞星的业务表现 其实都真的有少少好像每放月下的趋势 但是这次这一份的季度的业务 似乎看到很多的范畴 就好像开始有些改善了 而且如果你看到升学那边的话 公司很强调的是什么呢 它加上升学的业务 它又会加上电池传动来说的 为什么呢 它觉得对于它来说 升学加一个马达的combo的产品 其实这一份可能结合了升学加的电池传动 这一样东西 它觉得这一样的组合 对于未来的业务的发展 那个可发展的可塑性 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这件公司也提及到 可能这样的组合 这一件的产品 就令到公司的业务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上是 可能保持不到之余 未来一段时间 都依然会有一个比较上是挺好的增长 而且有一件事我找到很多资料来看 因为话说现在很多的 那些叫做新能源车 电动车那些 都会装得比较多一些 可能和升学相关的一些产品 所以变相之下 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 一番来计算 我相信都会仍然有些比较大的冲击 好 另外就看看消息层面上的东西 这一段大家都是关注着iPhone 最早期就传过说 iPhone在说新一代 可能按键按键就会改设计 然后大家又觉得 谁升会受惠 分析师就点名 于是估价就升了上去 然后到最新 苹果下调的出货量预测 它也没什么跌 到上天说哥尔被cut down 有些说法就说它可能会受惠 当然分析师就说 应该是一只 立信精密的 不是它 但它也叫做升了一阵 有很多消息充斥着 放在一只水星身上 究竟有哪一个可以叫做利好的解读 值不值得投资者去押注呢 现在我觉得对于它来说 都是有点借势来解释的 因为为什么呢 刚才提及到这些消息 真的有好有坏的 而且我当你真是iPhone15 因为我看了很多行业的资讯 都提及到就是说 那样东西叫做固态案件 就是说这样东西的话 只有立信科技加这个水星 是有机会的 是受惠的一个厂商之一来的 但问题是这个iPhone15 Pro和Pro Max 我还要有一段时间才会出来 所以这些都是炒过冲击的 但始终你也可以说 水星的股价过去一段时间 都真的可能跌得比较低残之余 去到这些消息相当敏感 所以变成它的股价 都真的会有个可能 会挺大陆的情况出现 好了 如果是这样 你觉得投资者是否值得它部署 因为它其实是相对来说强势的 或者比同学说男手信誉 都重要强势 你说由近期的低位 你看到图表出来都挺客人 累计反弹幅度都有七成 不过250天线都未到 等着这条线是否等于可以收复得到 它分拆光学业务 A股又好像没有新消息 我们应该如何看 股价的催化剂 还有股价升了这么多 你觉得应该如何去部署 分拆的消息我相信 暂时没有什么机会的 因为刚刚看它的数据 我相信光学那边 这些数据都不放在哪里 所以要分拆的机会 暂时不是这么高 但是很有趣的情况就是 以往的时间 大家会比较上是 如果信誉和这个彗星比的话 大家会觉得信誉会好一些 因为为什么呢 技术比较厉害 但是问题是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光学那边的发展 其实真的变得住的竞争是很大的 所以反过来 比较上可能多元化一些 甚至乎彗星在自己的星河那边 都仍然可能有一定的地位的时间 反而它那些的卖点 突然间就好像多了 但是现在这一刻 追不追呢 始终股价升得比较多了 而且刚刚提到 甚至乎很多的消息 都是一些憧憬的沉演而已 所以现在这一刻的话 不建议大家考虑着 但是如果你看到之后的时间 真的可能有些比较上 是确切一点的消息的时间 最终于它都未遲了